早晨早晨 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12月19号礼拜日 早早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 台湾方面的最新情况 话说台湾昨天 就举行了所谓的四大公投 四项的公投项目 最终都是以不同意票 超过了同意票的 外界就形容 今次是民进党的胜利 而国民党就是输与到仆值 为什么呢 因为民进党在四项的议题上 都是提倡投这个不同意票 而国民党就一直提倡四项同意 故此今次的结果就反映出 国民党的主张是不得民心的 到底故中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昨晚举行的直播节目 重温的片段 已经是放了上去YouTube 和Patreon的频道上边的了 如果大家是有兴趣的话 就欢迎加入成为我们的会员 足本重温已经是发布了了 讲回这一节的议题 昨天台湾举行的四大公投项目 包括了就是有 又重启核四 反来珠进口 公投榜大选 和真爱祖招 根据台湾的中央选举委员会统计 有投票权的民众 就是有1982万人的 投票率就是41% 即是有大约793万人 是出来投票的 四项的公投项目里面 不同意的票数都是超过了400万 意味着四项的公投 其实不同意票都是超过了总票数的一半的 代表着四项的公投都是未获得支持通过 我们又去看看到底蔡英文是怎样对这次的公投结果 作出他的诠释 根据蔡英文所说 四大公投全部遭到了否决 是传达出四个明确信息 第一就是台湾人民是希望走向世界 愿意积极这样参与国际 这个就是对应来珠进口的公投 第二人民是支持能源转型 期待稳定的能源 并且维持经济成长的动能 这个就是对应核四的公投案 第三人民是重视生态环保 希望经济和环保是可以双赢的 这个就是对应珍爱祖礁的公投案 最后就是人民期待 公共政策是可以资讯透明理性讨论的 这个就是对应公投榜大选的公投案 四项的这个公投案里面 其实有其中一项 就是这个反来珠进口 分别就是获得了国民党 民众党和时代力量的表态 是说要投同意票 但是去到最后 不同意票仍然就是超越了同意票 那只是这个议案本身 就已经是具有相当之大的标志性 那就是说 民进党的基本盘 已经是超过了国民党 民众党加上时代力量的总和 在公投举行之前 其实台湾政界有不少人都预期 在四项的公投案里面 反来珠的议案 是最容易获得多数的同意票的 因为这一项的议案 本身就只是涉及到 关于这个最基本的食物安全议题 但是竟然间到最后 都仍然是不同意票 多于同意票的 就令到有不少人是跌眼镜了 那到底是什么个中原因 令到国民党输到脱腹 全面地仆直惨败呢 其实就是跟国民党太过贪心 和过于大意有关的 本来如果国民党 只是主打反来珠的议题 其实有不少的民众都是附和的 甚至乎连台湾的民众党 就是由阿民哲所领导的政党 和时代力量 就是一个深陆政党 都先后表态 说在这个反来珠议题上 是支持投同意票的 反来珠其实就是说什么呢 来就是这个来克多巴胺 也是瘦肉精里面其中一个 很常见的成分来的 一般有些说法认为 烦身是吃了瘦肉精的猪肉 可能会引致人类的心脏病 或者是引致其他的疾病 就会导致所谓食物安全的问题 但究竟是不是呢 其实无论在学界或者政界都有很多的争论 到底吃了来珠之后 会不会对人类的健康构成问题呢 你问我我都不知道的 但是我自己的立场就认为 如果我明知道那块猪肉 是吃了瘦肉精的话 那我就避之则吉 但是在这个公投案上边 当然就滲入了很多的讨论 有些的说法就是说 其实来珠的议题 就并不是食安问题那么简单 而是讲着国际贸易的问题 总之就牵涉到很多 复杂的东西在里面 但是如果国民党当初不是那么大贪 想以一拖三的形式 来捆绑四项的议题 然后就主打所谓的四项同意的话 最终也都未必会使得 连来珠案都过不了 第二个就是 为什么国民党过于大意呢 也都是跟民进党的选举策略有关 民进党就很巧妙地 这样将这个四大公投案 包装到变成了蓝绿对决一样 一牵涉到政治在里面的时候 当然就会是背后隐含着 一个基本盘的对决 目前来到说 其实这个民进党的基本盘 已经是上升到整体民众的20%以上 但是国民党在此消彼奖之下 其实他们的基本盘 已经是占了整体民众的 降到下去只剩下百分之十六十七 在这样的情况下 国民党那班这样的老叔虎 仍然是愚蠢到去应战的 仍然是要想在借着这个四大公投 来到去所谓推倒高墙的 结果当然他们是全盘失败了 以一拖三的形式来去做 就想以这个反来猪的议题 拉动其他三个议题 就想着一获就挑起民进党 结果就是他们这个如意算盘 完全是打不响的 甚至乎就累到连这个反来猪的议题都收脾了 因为一牵涉到这些基本盘对决的时候 就是说点人头的游戏 一点人头的时候 国民党其实就是不够人数的了 就算有民众党有时代力量 在这个反来猪议题上面加持都好 都是不够斗的 真是影震仰衰 这个国民党 当然了 今次的四大公投结果 除了说反映出台湾的民众 在这四项的题目的基本取态之外 其实还有更多的面向反映出来的 第一 今次这个四大公投的结果 外界就会视为是民进党的胜利 以及是国民党的惨败 这个四大公投其实也都是形同 这个今年年底所举行的九合一选举的前哨战 没有什么比起这个公投案 是能够更加反映得出民意的取态 你搞什么民意调查也好 搞什么都好 一定就可以通过很多的形式来去取考 比如说取养的方法 或者是取养的数量 或者是查问的问题等等 这些东西就全部可以投机取考 但是四大公投案是切切实实地要民众走出来投票的 这个就没有走鸡了 多少也反映出 在今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当中 国民党的胜算就认真是相当自民 分分钟有很多的院士 那个首长是会变天的 这个大家都可以预视得到 因为国民党是不得民心 这个是事实来的 尤其是越年轻的人当中 就越多人是倾向支持国民党 但是国民党本身的支持者的基本盘 在不断地萎缩当中 就是死的就死 走的就走 基本上就越来越少人 第二就是反映出国民党的双重标准 输打赢要 以及他们跟民主的理念越走越远了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昨日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 竟然就说到 说对于今次公投的结果相当遗憾 对台湾民主是造成很大的伤害 公投已死 今后很难再有公投案在这样的制度下通过了 对于台湾的新民主独裁政府是一个胜利 但是对于追求深化民主的人而言 就是一大伤害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国民党的口吻和共产党就越来越接近了 自己搞出来的那些公投 你就赞成说要同意票的 谁不知出来的结果是不如人意 就说公投已死 那这些完全就是否定了民众的智慧 那还搞什么民主呢 其实 是不是 就是如果民众不支持你那个议题 你就说已死 台湾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制度 无论是从地方的层面 甚至乎是你选到最高首长 总统 你都是全面的直选 立法院是全面的直选 那还怎样说公投已死呢 纯粹就是一铺半铺而已 是不是国民党输不起 发烂炸呢 公投已死 你作为一个政党的主席 区区四次的公投案的失利 就说整个制度死了 你凭什么判这个制度死了呢 好了 而且他还说 现在台湾的民进党政府 就是一个新民主独裁的政府 何谓民主独裁呢 民主就是民主 独裁就是独裁 两样东西是不可调和的逻辑 是不是 是有矛盾 是有冲突的 民主和独裁是完全对立 是相反的东西 你从何说起 这个政府是一个民主独裁的政府呢 在说什么呢 什么是民主 什么是独裁 在你朱立伦和国民党员的眼中 狗屁不通的 说完那些东西 所以今次那帮人输了是活该死的 是垃圾来的 整帮都是 你输了就说别人独裁 那赢了呢 是不是 赢了就公投未死了 那你到底是不是输打赢要先 这些人是输不起的 是跟民主越走越远 国民党 第三 就是国民党 已经陷入了一个内乱的状态了 因为 他们的支持者就跑去找一些代罪羔羊出来 比如就是新北市市长侯友宜 虽然国民党有很多的大佬 包括了就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都说到 就说叫那些支持者 不要在今次的公投案里面找战犯 但是呢 之前 坚持不对公投案表态的侯友宜市长 他的Facebook就是被灌爆了 很多蓝营的粉丝都指责侯友宜 是令到国民党惨败的头号战犯 后来侯友宜也发出了新闻稿 表示他是愿意承担的 这件事当然反映出 原来在国民党内部 已经是没有了不表态的自由了 明知可能侯友宜觉得你那些公投案 所谓的四行同意 他是有保留的 都不行了 而且那些蓝粉丝 根本上跟小粉红都没有分别而已 输了就找人来去抵赖 其实整个议案输又不是输很多的 但是是不是要这样来去找一些 所谓的战犯或者找一些人来去怪责呢 为什么你不怪责朱立伦的号召力不足呢 是不是侯友宜表态之后 就会令到同意票是多了呢 是足以令到整个局势扭转呢 这些全部都是历史没有如果的东西 全部都是那些蓝粉 一尾就在那里 自我麻醉 然后现在就找人来去赖 要赖的话 不如你找回国民党那些大佬来去问责 好过啦 为什么在朱立宁的带领下 国民党是越走越萎缩呢 这个当然是跟他的基本取态 还有是国民党过度亲中是完全有关 但是这一样东西整帮蓝粉是赤字不提的 一尾就在那里抵赖又说民进党就是民主独裁 民进党固然是有他不足的地方 我也同意的 但是相比起你走去亲中 到底民众的想法是怎样呢 在今次的公投案里面 已经是反映得非常之清楚了 好 这一节讲到这里先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